中華民意研究協會間公布最新民調2024如果藍綠派朱立倫跟鄭文燦 市長您將以30%支持度第一領先 如果藍綠是派侯友宜跟賴清德市長則是居第三 您怎麼看這份民調是否認為防疫表現也會影響在2022跟2024的選戰結果 我跟你講昨天才剛剛餐廳開放內用 其實我現在內心非常焦慮 等兩個禮拜後我們平安度過這一關 好像這個確診案例都沒有上升 我再跟你討論這個題目 要問一下說市長之前說要在萬華做血清血檢測請問研究結果何時出爐進度如何 這個研究沒那麼容易 因為它一個是中央中央已經同意要做了 那我們還是要送那個人體試驗委員會 有些有些還在修改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嚴謹的 一個社區的這種 流行病學研究 到現在為止是 還沒正式開始抽血 我們是這樣 只要在這個 這個人體試驗委員會也通過以後 台北市政府會給它行政協助去把它做 因為我們很想知道說 到底這個 新冠肺炎你知道 在台灣有沒有 實際的感染狀況 到底是怎樣 黑數到底是怎樣 這我們還是要有一個 科學的基礎 這還是需要做 但是現在還在IRV最後審查階段